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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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识教爱主靠主 天天活在主面前 全所有奉献 全所有奉献 天地爱我 正归救助 全所有奉献 我将所有奉献 全与耶稣千倍夫妇 主面前 世俗一乐感愿偏激 求主愿哪佛心愿 全所有奉献 全所有奉献 贤以爱我尊贵救助 全所有奉献 我将所有献与耶稣 求使我完全赎足 每个圣灵将我证明 主与我完全相处 全所有奉献 全所有奉献 贤以爱我尊贵救助 全所有奉献 请大家同意一起唱一四段 我将所有献与耶稣 我尊贵救助 我尊贵救助 救助使我爱心等力 全所有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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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万人每天圣灵 全所有奉献 coordin归 众議 自伄 最后 survey 全拥 それでは 感谢祢的圣灵借着祢的话来提醒我们 感谢祢 更感谢祢 让我们早晨来到祢的教权 来敬拜 来服侍祢 主啊 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 主啊 我们借着写米迦说 让我们明白 我们今天是真以色列人 让我们真明白在神家我们当怎么行 主啊 我们感谢祢 主啊 我们也要讲祢的话 让我们激励我们 让我们不但行公义后怜悯 更要存一个谦卑的心 方能与祢同行 主啊 我们现在要谢谢祢 我们要恭敬地将以下的时间 我们讲的和听的都交在祢的手中 我们把在座的和在网络上收看的弟兄姐妹 都一起都交在祢的恩手中 求祢赐福 求祢与我们同在 我谢谢祢 这时候我们要敬议主耶稣 教导文族的祷告说 我們在此地上的故 願願願勿諷所能的民會生 願願留我家這裡 願願自己存在地上 如同一旦地上 我們能勇為人的知識 進一日次給我們 良我們在 是同我們良人的栽 不叫我們去見世 叫我們分兇了 因為有多多全名 讓他老是真實 那此道理能的 阿門 阿門 請坐 我們剛剛一起讀了尼迦書的三集經文 再次提醒大家 最後一節 最後一節的經文是六章八節的經文 是整個尼迦書的一個要節 建議大家去背書 建議大家理解它 我們大家把這一節有一點簡單的看起來 神說世上所有的人 耶和華已經指示你什麼為善 我相信我們知道什麼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 只要你 只要行公義 浩年 浩年 不是好 是浩 浩年 內心存在一個謙卑的血 與我們的神同行 這個在語法上是畢竟 不是病例 不是頓好 是鬥好 所以弟兄姐妹們大家 我這些字的時候 以及經文的時候 請大家留意 更讓我們有一個謙卑的心 活在神的面前 謝主啊 上個星期我和大家分享了一個題目 題目是這樣寫的 尊主為大 蒙神祝福的生活 大家 我回去了之後 也沒有看到大家來過問 所以我前面是尊主為大 前面空了很大的一個距離 我特地叫弟兄 放大一點 放大一點 空的越大越好 越顯靈 這個句子前面有個狀語 一個狀態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你要蒙神的祝福 你就必須要在神的執意當中 你要蒙神的祝福 你必須來到神的面前 我們最簡單的講 你家的孩子必須是你家生出來的 你家的孩子必須在你眼前 那叫你的孩子 要想得到神的祝福 卻不過尊主為大的生活 和你一句話是不限制的 只有尊主為大 才能過蒙主的生活 來到神的殿 來到神的面前 不接近自己 你是不能站在神的面前 所以說今天呢 就和大家一起交通 藉著這個尼迦書 來和大家交通 交通是這個 為什麼要交通米家書呢 這就完全可以把馬太福音 原來像是馬太福音第十三章 繼續講看 但是我想 馬太福音的十三章 比米家書標題還要高 那是天國的神 我現在藉著米家書的 整個米家書有六章 我跳了一段話 會把一二章放在一起講 然後藉著提醒大家 這次講神家的事 講我們今天成為神的兒女 前面講我們所報告的 我們今天成為真以色列人 就當過一個 所以色列人神的兒女 當過的神 但是不要瞎根本 因為單單的平白無故的 過平安的生活 是不現實的 就像我們安安在外面 跟一個弟兄講 我們能不能過平安安的生活 真的就是福 無病無痛的生活 也是恩典 都是恩典 所以說我們今天能夠在神家 你必須要保守你自己 才能過某個神作 那麼這個 我們大家可以的話呢 我們去從第二章的 第二章一開始 我就開始講第二章 第二章的開始呢 他就告訴我們 告訴我們一個重要的話題 就是貨災 貨災 就是大貨零頭了 那麼他能這樣 第二章上來貨災 怎麼意思呢 所以有個背景 有個背景 我們建議大家 可以的話 大家 我這段講 如果你可以的話 看一點手機 第一章是怎麼說的 第一章他就告訴我們 這個在尼迦書的第一章 告訴我們 先知尼迦的末世 是傳講神的話 是在當時的猶太王 猶大王 經歷了三個王 猶大王的樂壇 第一章的第一節 雅哈斯 西西加在位的時候 這個就把這個背景講出來了 先知尼迦呢 第一章繼續告訴我們 先知尼迦得到 以後華的末世 得到神的啟示 認到了 撒馬利亞和 耶路撒人的皇帝 把這個背景 時間都講出來了 但是 這個 密加 密加 服飾了三國王的時代 也把幾個王當時的情況都說出來了 可以看到 先知密加 他所在的那個時代 和他所說的神的話的時候 同時他是在南國 那北國呢 是迪迦和河西亞的時候 那麼所以說我們可以 穿著這南國和北國 所以建議大家看一看 六王紀上的十五章的時候 十五章二十七二十八 他講南國 反正大家回去也可以看 尤大王 他說十五章二十七二十八 尤大王 所以他尼巴的兒子 耶路撒人 是以色列人 百國人 以色列百國人 現在罪有職 那罪裡面 那麼就是百國 百國實在講 一個大國王 沒有一個好王 因著沒有一個好王 是導致了那些百姓受盡了苦 同樣是以色列神的子民 但是受盡了苦 因為他們在野瓜藤底下 吃了很多的毒 受了很多的不明白真理的教訓 甚至後面有講先知的話 弟兄姐妹們 這是一個現實問題 在幕後的時代裡面 或者是說在當今的時代裡面 神家 荒然 神的話語 稀少 在幕後的年代裡面 真的很多人 背離了真道 這神經的心意裡面告訴我們 現實生活也是如此 異端邪教 猖獗 不但如此 更是在神的家裡面 就像心意裡面告訴我們的 麥子 麥子和白子 同時在生長 神灑的 種子是麥子 可是長出來的時候 就有拜子出現了 在這個田地裡面 撒旦魔鬼的公主 從沒有停止過 無論在救援年代 在幸運年代 都告訴我們 神家的人 要保守自己 免得成為 撒旦魔鬼 所利用的 或者我們被撒旦魔鬼 拖下去的 一個 怎麼講呢 這個麥子沒有生長 卻爛在泥土裡面 爛掉 更搞不好 被撒旦利用 撒旦魔鬼 把這個種子 撒在我們心裡 使我們掌出 筷子出來 所以說 在讀彌加書的時候 跟大家交通這個話題 那麼 這裡講了這個百國 那個 荷西亞做王的時候 他的年代 以色列 所人的光景 我剛才說了 沒有一個好 沒有一個 蒙神祝福 蒙神看不得 把神的子民帶到 神的旨意當中的王 卻把百姓帶到 沼澤利 用野花藤餵養他們 導致他們 一片 不是一個個的島下 是一片一片的島下 甚至於全軍覆滅 那麼我們再繼續看 《領王記者》的時候 十七上 現在講 《領導王》 《領導王》 雅查斯十二年 亞瑟王知道他們心裡不歸向他 卻歸向了埃及 然後就是把他們抓起來 帶走了 把他們下在街裡了 亞瑟王就攻打了以色列整個的片地 上到撒瑪利亞圍困了三年 河西亞第九年的時候 亞瑟王攻去了撒瑪利亞 將以色列人擄到了亞瑟 好了 國家個人都擄去了 這個國就被自然的滅掉 那麼繼續的 他們把他們安置在哈拉和哥薩的河邊那裡 並用馬代人來進城裡 這就是因為以色列人得罪了 那領他們出埃及地 脫離埃及王法老時候的耶和華 他們得罪了神 他們拒絕了神 最後他們是 隨從不敬畏神 隨從耶和華在他們面前趕出去的外邦人的神 導致了他們犯罪 那麼後面這些經文呢 大家可以有時間地去看 那麼我們記得這個 六王記十七章 一到十八節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當時的光景 並且我們也可以看到 六王記十七章的七到八節 清楚地告訴我們 他說這是以色列人 得罪了 領他們出埃及地 脫離諸王法老王手的神 也就是他們遠離了神 拒絕了神 然後就位別神 隨從耶和華把他們趕出去 趕出去的風俗習慣的那些王 所為他們所立的那些歸條 調位 通過這兩書的經文呢 我們可以看到 當時的尼迦 被神興起了 為那個時代要講話 但是呢 北國的光景 極其荒涼 被弄 我們如果可以的話 再繼續講 這個領王記 下的十五章 當時這個十五章裡面 三十二節到三十八節告訴我們 以色列王 這個比加第二年 由大國烏西亞兒子 約他登基 他登基的時候 二十五歲 在耶路撒人做王十六年 他母親叫耶路撒 是沙獨的女兒 這個樂壇行耶和華看為政治的事 有個好王出來的 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政治的事 效法他父親 不惜一切所行的 則是秋壇還沒有廢去 儘管他所做的 願行在神的面前 討神的喜悅 但是很多的環境的東西 沒有把它拿掉 秋壇 秋壇就是像北神敬佩的 有燒香的壇 沒有儲掉 這是一個環境的問題 所以說我們今天到我們服侍神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看到 我們不單有這個心 有這個心子 不單有這個心 有這個心子 更有我們包 更需要一個環境 什麼環境 我們自己要營造這個氛圍 來跟神親近 需要一個同心的人 和神親近 一同親近 來尋求神的真理 真理是要努力爭取的 禁載門是要尋求的 不是禁載延伸 放在那裡 你拿去就可以了 不是這麼回事 在環境中 一定要經歷神的恩典 引導你進入那個真理裡面 所以說我們讀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看到 米家樹服侍了當時三個王的年代 第一個王是月塔 剛才說了 雖然這個月塔是遵行耶和華 眼中抗衛症的事就行了 但是那個時候 在歷王記 剛才歷王記下十五上 三十五句說 這次秋塔還沒有廢去 百姓仍在那裡 謝祭燒香 秋塔 坦就是來燒香的 在耶和華殿裡 聖殿裡的坦是燒給耶和華的 秋塔是燒給彼神的 所以說 在我們的心中 我們一定要廢除 那秋塔 正確地認識 我們耶和華神 所要的是什麼 所以剛才這次讀了 你加說六章的話 神要我們行功與好憐憫 記著 純謙卑的心 純謙卑的心 後面一句 才能與神同行 行功與好憐憫 任何教 任何教 都會講自己 是很行善的 既得的 但是 謙卑的心 有沒有 與耶和華神同行 那是跟不上 必須要有謙卑的心 才能來到神的面前 何謙謙卑 底下馬上就來了 上個禮拜 我也講到何謙謙卑 當馬太 在水關上的時候 被神的眼睛一看 看啊 我那天講馬太福音裡面 總共有六十二次 看啊 所謂看啊 就像保羅 在大馬式的路上 被神光照的時候 一照之後 他就趴在地上 爬不起來了 眼睛瞎了 那麽 這個在馬太福音裡面 是一個看到內心 透視的一個看啊 但在馬太福音裡面 看得出來 有六十二次的看啊 翻譯出來 就達到十四處 沒翻譯出來 當時的年代 沒翻譯出來 通過耶穆一找 很多的一看啊 就出來了 都是一個轉移 看啊 轉移了畫風 有新的神 有重大的事出現 一看啊 這個事情出來了 一被神光照 一個人就改變了 本質的改變 所以看啊 就會重量 一看啊 這個馬太的時候 馬太就看到自己 和醉了 和蒼奇一樣 是一個醉了 當馬太寫馬太福音的時候 應該在其他幾本福音書裡面 是後寫的 那個時候的馬太已經是蒙召成為門徒 成為使徒了 他從來沒寫使徒馬太 門徒馬太 他這些順利馬太 他始終把自己戴著一個帽子 所以說 所以說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到 馬太 儘管蒙神 祝福蒙神 所謂何謂馬太就是神的恩賜 所謂何謂有大就是要贊給神 大家要明白這些猶太名字的意思 那麼馬太這個時候 已經跟隨著多年了 寫馬太福音的時候已經很晚了 他卻還說 順利馬太 在其他福音書說馬太 或者另一位馬太 或者他帶著他父親的名字底下 是馬太 某某人的兒子的馬太 但是在馬太福音裡面 他自己寫自己 卻是一個歲月馬太 也就是這次告訴我們 馬太得到神的恩賜 從歲月官上把他拉下來 在跟隨主的時候 他蒙著跟隨主多年了 有能力了 有權勉了 也跟隨主有醫治病人 感悔的能力 和各種福祉的恩賜了 他沒有驕傲 他還繼續說 我是一個罪人 卻蒙了主恩 卻蒙了主恩賜 就是這個意思 歲月馬太 就是我是一個罪人 但是我蒙了什麼恩賜 馬太是蒙了什麼恩賜 就病在一起 我就是個罪人 我現在還是個罪人 我那天說了 保羅也是如此 我在罪人中 我是個罪魁 在罪人中 我是 是現在是 弟兄姐妹們 你要蒙福 就必須得到神的認可 你得到神的認可 你必須 前提 記住一個一個來了 就必須謙卑 你謙卑了 你就在現在 我們人的年 這個歲月裡面 你向師父學習 你虛虛地問 向老師學習 虛虛地求教 他才能告訴你 你說我什麼都懂了 他還有什麼話說呢 對不對 這是起碼的 那麼謙卑 是我們要跟隨主的首要點 是一個基礎 謙卑就認識自己 無能無力 什麼都不行 才能成神而得到恩賜 所以馬太 這是恩賜的意思 弟兄姐妹們 這個恩賜 是神所賜給我們的 是白白的 但是作為馬太 角度來說 他始終明白 他自己的地位 我們今天服侍主多年 跟隨主多年 我相信我們在座的不少人 有長者 還有年輕人 無論我們服侍主的多年 我們真的得到神的恩典也有無數 我們在這個多年之中 我們寶藏了主的恩典 經歷了神的所賜 所以說我們更要謙卑自己 更要看到自己 今天的一切 都是神恩賜的 神給我們的 倘若地認為你得到了滿足了 甚至得到了感覺很豐富了 這個 或者一個勇氣 裝滿了 那麼 還裝什麼呢 沒東西可以裝滿 生命就到此 倘若地認為神家 神那裏是豐富的 神家是可愛的 不過要吸取 像海綿一樣 不斷地吸取 不斷地從神那裏得到 那麼恩是會充滿足給我們 好 我們多到這個 再拿回來 我們想說 謙卑是一個基本條件 我們看到六王劇 剛剛十六章 那麼底下還有十八章 講南國的事情 我想一個人跳過去 算了 但是十八章 十八章的一到七節這段經文 我想和大家有點交談 他說 以色列王伊拉的兒子 赫西亞第三年 由大王 雅哈斯的兒子 西西加跟進 西西加是一個名聲祝福的人 西西加這個人 在聖經裡面 以色列王劇 下的裡面 用了三章的篇幅 用了三章的篇幅寫著 西西加 很多人就是一句話帶過 寫著三章 是一個蒙神 看為 蒙神祝福 一個神看為為好 可愛的一個門主 那麼從這裡開始 我們大家可以留意 是八十九二十 都記載了 有關西西加王 在地上所做的 我們知道 從南國 有約堂王 雅哈斯瓦 西西加王 他們對神是非常重心的 但是呢 也有 像雅哈斯瓦 他是個背道者 所以讓我們可以看到 在聖經家 哪怕是南國 猶太福 猶太福裡面 也有 也有 葡萄神喜悅的 孤王 當然 先知也有 真先知和假先知 所以我們讀 米家書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看到 以下有很多的假先知出來 當我們回顧六王紀 作為米家書背景的時候 我們真的要知道 就像我們今天讀過 某一個國王 他的背景是什麼 就是當時的 國情是什麼 他做的這些事情 能夠理解 你不理解 他當時的國情 處到位置 可能有些東西 就不能理 好像不能 想像不通 這口話題 我們再 如果再看的話 我們看一點 米家書的第一章 第一章 他告訴我們 第五節 這都是雅各的罪 以色列的罪過 雅各的罪 罪過在哪裡呢 其不是在沙瑪利亞嗎 由他的秋彈在哪裡呢 其不是在耶路撒冷嗎 這是第五節 第七節說 他一切雕刻的偶像 並被打碎 他所得的財物 並被火燒 所有的偶像 我並毀滅 神的憤怒 因為從妓女 故將所聚來的 後別傷 歸為妓女的故事 這是第七節 第九節 告訴我們 因為沙瑪利亞的傷痕 魔法醫治 研究到猶大 和耶路撒冷 我明的城門 這是講神家的事情 所以這裡 瑪利亞說 講今天有行教會 神的兒女的事 很重要的一個 真的就和新約一樣 講了當年經的事情 儘管在救援裡面 但是他是講 以色列名的事 不是講 他和什麼國家爭戰 亞洲王 或者以色列王 爭戰 埃及人 什麼爭戰的事 他這裡講 教會的事 也就是用今天的話 講 有行教會 人與人的事 人與傳道人的事 神的名 與國王的事 是問題 所以說 那麼 那個是個背景 那麼剛才我講了 這個瑪利亞書 一道 愛上的一道五節 他告訴我們 第一節他說 禍哉 那些在床上磨獨 罪孽造兼惡的 天發亮 因他手有能力 就行錯了 我剛才說禍哉 禍哉就是大禍臨頭了 大禍臨頭了 為什麼說大禍臨頭呢 為什麼說大禍臨頭呢 因為這些人啊 留到床上 晚上 該休息的時候 他心裡還在作惡 他心裡還要怎麼 謀途罪孽 就是想著白天要怎麼 作孽 害人 謀財 就這個意思 他說 那些在床上 魔頭罪孽造作煎惡的 在床上今天 好好的想 明天要幹什麼壞事 明天要把他的 這個瑪金漂亮 把他拿過來 要怎麼 讀他 動作了壞腦筋 天移的 因為他有權力 所有能力 就行出來了 畢兄姐妹們 他們探討田地 就佔據 探討房屋 就奪取 他們欺壓人 霸佔房屋 和產業 畢兄姐妹們 我剛才說 這是講有信教會的 神家的事情 人心在末後時代裡面 就是如此的壞壞 在真言書告訴我們 二十四章八節告訴我們 實際作為的 變成為奸人 什麼叫奸人 或是 隱赴奸人的奸人 專門謀算人的 就是那個奸人 奸惡的人 所以說這裡所說的 床上 魔徒 做罪孽 他們因為手中有權力 就把這個惡 這個惡 就行出來 雖然 雖然天一亮 他們亮 天亮 但是他們 心裡的惡 儘管處於白天 處於光明之中 但是他們的心 他們這個人 人就在黑暗裡面行著 兄弟姐妹們 這句話再說一遍 儘管他們說 天一亮 天一發亮 他所能力 就去行出來 天一亮就是在白天 他晚上所想的事情 白天要做出來 儘管在白天 他的心 骯髒 黑暗 他這個人還在行在黑暗之中 不是行在光中 因為他正天想著被滅神 他想他是作惡 所以這煎惡的人 不論是白天還是晚上 不論是黑夜 還是早晨 他們所行的 從所人的道 第二句話題就是在黑暗之中 背離神 遠離神 遠離神 行惡神 第二句 他們貪圖 他們貪圖 天地 就佔據 貪圖 貪圖房屋 便奪取 他們七家人 霸佔房屋 和產業 因為他們手中有權 有勢 有權 有勢 有勢 他們可以想讀誰的 看見誰的花園好 葡萄園好 誰的房屋造的好 就是 反正那些好 他認為好的 他就用著腦筋去掠讀 弟兄姐妹們 真的 在神家裡面 在教會裡面 看起來是光明的 但是很多時候 在光明的背後 有黑影存在 所以弟兄姐妹 我們千萬不要中毒 一定要看到 有光的地方 一定有黑暗 教會裡面 常常就有魔鬼的座位 我們再繼續 再看這個時候 第三節 我們看底下 我手上有聖經 繼續看 第三節 他說 所以耶和法如此說 我籌劃災難 災禍 要降於這族 這個族 這個族內 他沒說降在真名 因為都是神的子民 要把那群人 那個族內 誰要換降 這禍災 他們景象上 不能脫離 不能脫離 他們也不能昂首而行 因為這些時事 是做惡的 第三節告訴我們 做惡的人 會有法案 就像羅馬書告訴我們 法案上說 現在公益審判的日子來到時候 他必照著他所行的 報那個人 所以說 我們真的要想到 所來的日子 我們用什麼交代 當初來的日子 我們拿什麼 交給他 所以說 我們真的要 不能以惡 聖惡 不能以惡 還惡 也不能以惡 待惡 我們就要賢在 盡管環境寶 盡管是死的邪惡 但是我們又賢在神的自己當中 一切都是神良給我們 第四節 必有人向你們提供悲慘的哀歌 來了還是悲慘的哀歌 諷刺地說 我們全然敗落了 耶和華將我們的份 轉給別人了 我們現在手中有的 神從我們手中奪去了 何盡使這份離開我們呢 祂將我們的田地 諷刺給被滅的人呢 因為我們這些財產 我們這些房屋也好 財產也好 很多的東西得到的 不是我們該得的 我們是從人的身上 是從我們弟兄姊妹身上 魯律都來的 神要把我們 從我們身上躲過去 給亚述 給埃及那些被滅的人 從我們身上看起來不是神的子民 不是神家的人 藉著外邦人要管教我們 讓我們看到我們被滅了 我們遠離神 所以在這裡看到 第四節可以開放 一開始 到那日 弟兄姊妹們 到那日要教葬的 我們新約的時代 將來到基督台前要教葬的 我還是說 這是講有形教會的 講神家的事情 既然是神家的事 神的子民 我們今天基督徒 要迎接主第二次來的時候 我們今天在地上一些所行的 就如攝像機一樣 一幕一幕的顯現在 你我 神和我自己的面前 神要讓我看到你所行的 我要讓神看到我所行的 要交葬 所以到那一日 神必要將我們在地上所行的 不敬不義 不虔誠的那些事情 不一一的彰顯出來 所以基督律迪迦說 他雖然講有當時的光景 我們今天讀 也讓我們提醒我們 警戒我們 讓我們 若虧欠神 虧欠人 虧欠其任何人的地方 要轉過來 向神悔改 因為到那日 我們要交葬 因為到那日 我們要交葬 第四節告訴我們 他將我們的天才 分給那被孽的人 因為被孽的人 就是那些 外邦的 不虔誠的人 要把我們 要把我們 所得到的 所得到的 不是神分給我們的 恩賜的 是我們得到的 不義之財 要從我們身上 奪走 所以大家 要在這個末世的時候 真的要一個警醒的心 那麼這些強勢的惡人 和那些 被強勢惡人奪走的 那些人 神真的 從表面線上看來 都一樣的奪走 被外邦人拿去 但是這個弱勢的 強勢的 我剛才一開始說了 這是講獻金 講神家的事情 弱勢的也是在神家 如果你弱勢 我強勢把你奪過來 我還在神家 也就是今天的教課 那麼神 就要從我這個強勢的人 把那個弱勢的財產 拿過來之後 要從我身上活著 神是公義的 不該得的 不能的 該得的 你不得的 神就像 出外季節一樣 後面 神明節 那個福氣 我追對你 追嫁給你 上見西亞人的 祝福你 所以弟兄姐妹們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真的就可以看到 在末後的時代裡面 神家 藉著迷迦說 再次提醒我們 讓我們可以看到這些話的時候 真的有個警醒 神馬太福音告訴我 第七章 凡吃過我主啊 主啊的人 不能夠到今天 唯獨遵行我天父之一的人 才能進去 這裡 讓我們可以看到 那些話名的所學 今天 話名所學習的基督徒 和那個 第四章所說的 對逆的 卻是今天的時代的人一樣 所以說 我們看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真的 要看到 如果我們虧現出 有個修會的心 來回來 來到神的面前 那不叫謙卑 謙卑是沒犯罪的 謙卑在哪個神的面前 那犯罪做的 做錯了 就像做了壞事 就像真的做壞事 就像真的做壞事 有一個 懊悔的心 來個神的面前 所以說 在使徒保隆那裡 以復族說也說 因為你們確信知道 無論是淫亂的 誤會的 還有貪心的 在基督神的國度裡面 都是無份的 所謂無份的 神要把你有的拿走 有貪心的 與敗偶像的一樣 我相信在最後 啟示錄里訊告訴我們 敗偶像的說謊 要關在城外 跟殺人的一樣 都關在城外 也就是貪心的 這樣也是具具於 城內 關在城外 所以我們大家 真的需要看到這個話 聖經以復所說 五章也告訴我們的話 讓我們在幕後的時代 需要一個看法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罪人是不好臉 不好臉 我今天把這個 現代中文版的聖經 給大家一個註釋出來 我讀這個河河本的時候 好像還看不出什麼意思 當我們看到 看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看到 那些說謊的假先知 但是卻要騙以色列人 騙這個有大人 讓他們 哎呀說 平安啊 平安啊 的話 第六節 第七節 它這裡告訴我們 約二上的第六 第七節告訴我們 你們不可說喻言 不可像這些人說喻言 不住的羞辱我們 第七節 雅各家 其可說 耶和華的心 不忍耐呢 這些事是他們所行的嗎 我耶和華的言語 豈不是行 與行為正正的人 有益處嗎 在這裡看到他們說 這裡的他們是指誰呢 這裡是 這個你家用假先知的話說的 假先知說的 神的話就是這麼小氣嗎 神的恩感就這麼一點嗎 不忍耐嗎 別忘了 神是需要 講慈愛跟公義是先公義 然後慈愛 當然慈愛大於公義 行公義好憐憫 公義在前 你聖結了 分別為聖了 才是神的恩 大家必須明白這個前提 不是恩典神 弟兄姐妹們 不是世人都是神的恩 我有稱呼主名的 我有信口主耶穌的 才是神的恩 弟兄姐妹 這不是個語言 如果有人說 太陽不是造好人也造歹人嗎 對 是造好人也造歹人 神給任何人都留下恩典 看你要不要 阿漢福音一章二句說 你接受耶穌 成了耶穌 他們就吃下恩典全名給你 你不成了 那麼這個全名就沒有了 所以說恩典神學 大家絕對的要拒絕 必須過分別為聖的善後 才能夠蒙神祝福 不是神家 都是出來 都將來的田地不會 都是莉莉 都是麥子 都是充足的麥子 定有敗子出現 所以說我們在這個環境之中 我們需要這樣 第七節告訴我們 甲仙子繼續說 雅各啊 七個孫耶穌華的心 不忍耐嗎 是耶穌華 我們的神 他沒有忍耐嗎 他有恩典給你啊 你只要是神的 你只要是以色列人 你只要來了教會 神的祝福是滿滿啊 這是謊言 你不是來教會 神就祝福你 你必須成為神的兒女 有道神的話去遵行的 才能夠蒙神祝福 這是耶穌自己說的 弟兄姐妹們 這是個話題很刺心的 雜心的話題 很多人常常就是蒙神祝福 你只要信耶穌 只要收集 就可以蒙佛了 當然 你信耶穌是蒙佛了 你是真正的信了嗎 信的人 後面要有一個行為的容 信心沒有行為 那是死的 我們沒說假的 那麼接受他就說了 這些事是他所寫的 前面說 神的耶穌化神沒有耐心嗎 那麼這些管教是神所行的嗎 意思是說 神是充滿著慈愛 充滿著憐憫的神 怎麼會替代百姓自己管教呢 所以米家說告訴我們 當你對面神的時候 遠離神的時候 神會管教 所以說我們一定要明白 在幕後人的時代裡面 在幕後人的時代裡面 有假先知 在幕後人的時代裡面 有很多的患物之中 我沒說真理 改的 有很多的患物之中 存放著野化痰 在光明之中 在光明之中 把黑暗架在裡面 無論是 這麼一個人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要蒙神祝福 必須來遵行神的話 要蒙神祝福 如果只有遵行耶和法的法度 內法和的壞 才能夠蒙神祝福 如果違背的話 上帝真的會接著外方人 會接著朝廷來管教 所以說我們真的 我們在神家 尤其是願意服侍的弟兄姐妹們 我們真的 我們要看到 要蒙神祝福 千萬不能違背神的律法 發動 是壞的 唯有靠著基督 唯有躲藏在基督裡面 才能得到永遠的祝福和祝福 所以說我把這個 米迦書的二章六七八九 用現代中文一本 比較好理解 民眾對我怒喊說 不要向我們說教了 不要宣講不激勵的事了 什麼叫不激勵啊 背道的要管教 什麼就叫不激勵嗎 神要強強摘禍給你 不激勵嗎 上帝不會使我們丟臉的 你只要再來教會 神會大大祝福的 禮拜天一定要來教會 一定要服侍 但是 沒認罪悔改 沒跟神 跟隨神 過分別為神的生活 神內好理 難道以色列人會受咒詛嗎 他就看到受咒詛嗎 神已經不耐煩了嗎 神真的 講真沒講真 神真的會想 做這些事的人 對他們行為 正責人 不說仁慈的話嗎 這些話 是因為它是現代的 好理解好讀 所以我把這個事件拿出來 讓大家能夠 大家能夠 當時在六七 這裡有八九年 上帝回答說 我像 比如像敵人一樣 攻擊我的子民 你欺亞路士的 你欺亞謙卑的 軍人從戰場回來 回到家裡 把那些頭盔 衣服套掉了 你們對他們的事情 搶他們的外衣 外衣不好搶 外衣在就業裡面 極為重要 因為以色列人士兵 在外面的時候 他們過夜 就是靠外衣裹著的 過夜的 外衣拿掉了 就像我們今天 擺放的大綿 棉衣啊 裡面穿的很少 外面棉衣裹 甚至一個 炒成一款就可以了 封就不能透進去了 這個外衣 極為重要的 是防寒的 也是保暖的 也是護身的 所以弟兄姐妹 讓我們可以看看 你們八 我子民的婦女 這個一個婦女 還有兒女 還有軍人 這些他們進行掠動 所以我們真的需要 在神經裡面需要一個 謙避的心看到 在某個時代裡面 在更加福音裡面 十八章的情報 十四題告訴我們 耶穌想那 葬著自己是義的 藐視別人的人 設了一個比喻 前提來了 這個經文書 十八章九句說的 耶穌原話 耶穌想那些 葬著自己是義人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葬著我們 今天是神道恩 是個義人 千萬別忘了 馬太就是一樣 他是親族的認守 自己是個罪人 這個定管是蓋在他頭上 儘管今天蒙恩了 得救了 重生了 但是你是蒙恩的罪人 是個罪人 罪人中的罪魁 這個路加福音告訴我們 設一個比喻 有兩個人上個殿裡祷告 一個法利塞人 一個是瑞利 法利塞人站在那裡 自言自語 所以禱告不能自言自語 禱告是用心靈和誠實禱告的 不能用儀文 不能用公式 要憑著內心的帶領禱禱禱禱 要誠實禱告 不如將福音是八章我已經不講了 我們時間不早 感謝神 當我們看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真的說了謙卑的心 來到神的面前 我們要愛惜我們周圍的弟兄姐妹 要尊重我們周圍的弟兄姐妹 他的外野千萬不能見 外野千萬不能見 外野千萬不能見 外野就是內野也不能見 所以弟兄姐妹 你們不能佔人家的那些 看他軟弱 就好奇的 所以第九句說 你們把我子民中的婦女 從他們所有的家庭中趕出去走 並且永遠搶走了我恩賜給他們的兒女 一個婦女一個兒女 這裡可以看到 他們是掠奪寡婦的 掠奪小孩子的 寡婦和小孩子在神的眼前 是就會看了寶貴的 寶貴的 因為他們將來 神要去連續他們 因為他們 他們在那些人的手裡 要把他們趕出去 所以接著第八節 第九節 讓我們可以看到 神那些打仗回來的人 他們安然經過的時候 很多的人就搶他們的東西 掠奪他們的東西 無論是他們的衣服也好 無論他們家庭的婦女 或者孩子也好 他們要佔佑 虧欠了神的榮耀 躲了他們肢體之中的 弱勢的人群 才是產業 我剛才把這個 中文的現代版本拿出來 讓大家 為國人可以看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這些經文 極為重要 我們在這個 尤其是在我們今天的內置裡面 我們雖然是神的兒女 我們也是亞伯拉的後裔 雅各的後裔 我們都是在神家裡面 在這個幕後的時代裡面 我們不但要清楚地看到 我們的地位 更要清楚地明白 我們是一個罪人 要謙卑地來到神的面前的時候 才能夠蒙神的紀念和做 不是你是蒙招了 得救了 你可以把昂首闊鋪了 不能這樣 我們需要有一個 在神家裡面一個謹慎的態度 講成舌話做成舌人 在神的家裡面 需要有一個看見 真理和邪惡 是病成的 病成的 所以說 需要弟兄姐妹們辨憊 真理和邪惡的東西 辨憊 麻辣和野化堂的問題 在這個幕後的時代裡面 讓我們可以看到 祝神的子民 當怎麼行 活在神的面前 所以說 願我們在神家裡面 能夠謹慎 保守自己 免受外部勢力的影響 讓我們成謙卑的心 活在神的面前 因為他這裡說 十二節奧送 雅各啊 我被拒絕你們 不要拒絕以色列 剩下的人 這裡是漁民 漁民 漁民不是一個小分隊 也不是一般人 是很多的漁民 安置在一處 神會為我們這些羊群看過 所以說今天 十二節告訴我們 十二節最後 清楚的告訴我們 十三節告訴我們 神又會引導我們 但是神要引導我們 我們必須在 耶穌說他是羊的門 你必須在羊圈裡面 你必須在羊圈裡面 在神的恩 或者說今天講 在基督裡面 神在親自的保守我們 所以說我們要看到 你要到神的保守 你必須在基督裡面 你要到蒙福 你必須遵行神的話 都是因果關係 就跟上個禮拜所說 印章所說的 要蒙神祝福 你必須要尊主為大 所以弟兄姐妹 願神不但祝福我們 更願我們每個人 都活在神的面前 行神所喜悅的 願神的話 不斷地赐福給大家 願神所福一群精神 阿們 阿們 請大家請禮 我們一起來唱 福定詞 奉獻所有 我將所有賢與耶穌 擔心了一圈風險 擔心了一圈風險 我將所有賢與耶穌 擔心了一圈風險 全所有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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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賢與愛我 尊貴教主 全所有風險 我将所有贤义耶稣 千倍夫妇主面前 世俗意乐感愿撇起 求主愿能莫心愿 全所有奉献 全所有奉献 贤与爱我 残悲救助 全所有奉献 我将所有 全所有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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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将所有 全所有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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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所有奉献